《大云食堂》 今天的话题是外交 不仅是我们国家当前的处境 更因为最近大家都在 谈论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住在第一线的 外交人的新老 国人是不是给他们 应该有了掌声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欧宏廉部长 还有借文吉大使 还有他们的家人 来到我们节目 请您听听他们的心声 外交部45年 孙章我大概十几个孙章 我被外交部界定为 拉丁美洲事务专家 我住牛现在部派的管员 大概只有六位 然后雇员的话 当地雇人也差不多六位 所以人 十二个人照顾南岛北岛 南岛全部都要照顾 国内如果有什么指示 要达成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看 彼此之间的交情 长期更云的一个人际关系 天天看他就是在求人 对 都是在求人 对 都是在求人 派在那个防晓国的时候 他真的压力很大 那我看了眼里他晚上不能睡觉 他随时都担心 也许睡一觉明天早上就断交了 我们外交人花费非常大 一个就是服装 所以就花了五千美金 给他拿来 五千美金 结果只用了一季 冬季 第二年就掉花地玛拉 花地玛拉是四季如春 再也用不到 大运食堂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茶店来招待各位 我知道你们看的大厂也太多了 我们这个小店实在比不上 你两位看到的这种 重大的外交场合 这个你看一位部长 一位大使 都是第一线的外交官 但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道 在各位面前的这个凉拌黄瓜 是我们部长夫人 特别建议的 知道蓝拌华瓜 你在国外宴客的时候 有用这个菜是不是 因为我是浙江人 那我的那个厨师 是当地的一个广东华侨 那我就希望他做的东西 不是像在当地很多广东餐馆 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会把我小的时候 妈妈做的一些菜就交给他 所以这个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然后看到客人喜欢 所以我就大部分都会把他摆到我的菜单里 那部长你应该国外常吃这道了 因为我在家里请客太多了 这个曾经也在扁政府时期 有一位立法委员特别提到 他说外面这些大使代表的官色都很豪华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官色 后来我们就接到部里面一个指示 要我们统计 你一年内到底在家里请了多少课 结果我那一统计 九十二次在家里 几乎这个不得了 这个还不算 中午的时候 因为中午大部分是工作午餐 都没有这个 列入记录 带太太 而且这个也不会特别记录下来 那么在家里的话 他们在欧美一般情形晚餐 一定要请这个太太一起参加 请单身不太礼貌 所以呢晚上是社交性质的晚餐 中午是工作性质的午餐 所以大使集的在家宴客是你的工作 也是您的被要求的事务吗 没错 然后那夫人一定要就是要去煎长厨 要做菜 这也是列入眷属的工作纪律吗 我想很少实业 说这个太太有这么重要的分量 我们的工作 真的是这个 没有太太的充分配合支持的话 我们是很难做的 他们很多场合都希望这个 有女士出席 而且是个礼貌 是个礼貌 那么假如说这太太不配合 她就没兴趣 你自己去 那就这个很难做 有这种太太吧 也有 也有 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我太太 我这个45年外加生涯 她是完全配合 所以外加官基本上 她的一个家庭是一个整体 不可能是就一个人挑起那个工作 特别像大使级的人 没错 那我这边还以为大使夫妇 接大使 跟您的夫人 还有您漂亮的千金 这个您的家庭在做大使的时候 也是要进她的家里宴客吗 我其实本身对烧菜也蛮有兴趣的 然后外放之前 我们结婚之后 我就特别去学做菜 想说总是有一天要用得到 所以我是觉得还蛮好的 对 这是一个 你最拿手最喜欢做的菜是什么 我很喜欢做虾松 那不是很麻烦吗 我觉得那个菜 就是说很讨好 那你一家宴请个十几个人 那个虾松做起来 那可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切工比较麻烦 可是就是说 你得到的回馈很多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好棒 做大使的夫人 第一个 你要愿意去宴客 不愿其烦 而且你要会做菜 那如果不具有这个两个条件 那郑州蛮痛苦的 就是说工作的这个效果 会打很大折扣 我们在我做管员 我在Cansus做处长的时候 那个是等于总领事阶级 那个时候我们也就比较常 在家里请客 我觉得每次跟我太太 讲要请客的时候 我太太都有点压力 因为她要准备 蛮长一段时间的 我想从开始准备到 这个请客当天 我觉得我太太 大概都花两天时间 她要先想菜单 然后还要去买菜 然后有些东西要先准备的 所以是一场大工程 而且我们的条件 还不具备说 请很多人来帮忙 所以我们经验 大部分都是我太太 这个单枪匹马 然后再负责整个的一桌菜 那有时候小孩子的话 也给他们一个任务 就是说可能因为在上菜之间 有时候我太太还要下去炒菜 有时候还要准备下一个菜 然后又要上来跟客人应酬 然后还要敬酒 有的时候就请小孩子们也上桌 然后就他要换盘子 什么就小孩子来帮忙 服务生兼招待 还要兼交谈 交仪 你会不会做菜 我不会做菜 但我会帮忙 帮忙就不错了 你喜不喜欢家里请客 我觉得还 我很喜欢 因为其实每次请客 我妈都会做很好吃的菜 所以我都很期待 我妈请客的时候 对 所以还蛮喜欢的 然后又可以认识心 那你问我妈妈喜不喜欢 天天要做的 那我们先大家吃一点好不好 虽然今天可以轻松一点 谢谢 这个我们帮你准备的 其实外交人员 他们在做什么 以及他们的工作 就是我们今天 其实谈论一个重点 我想部长 台湾最近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讨论到外交人员的辛劳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外交人员的心声 您告诉我们 你们两位都是第一线 而且是杰出的 而且是卓越的外交人员 今天外交人员在海外的 受到的国人的期待看法 您觉得公不公平 对于我们周外人员的要求 是太苛求了一点 太苛求吗 太苛求了一点 因为我们的外交处境 跟外交人员的工作 比起别的国家来讲 那真的是艰难许多 作外人员 即使是外观发生很小的事情 也都会拿来操作 所以变成我们周外人员 真的是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在您的做部长 或者以前工作经验 究竟他的住在地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处理当地国的关系 还是处理本罗人在当地的关系 还是处理什么别的事 是最重要的 好 我一问 我们这个很清楚 是外交人员 所以我们在这个住在国 最主要是跟住在国之间 要加强关系 所以我们工作对象 应该就是住在国的胜负 别的国家 不一定有很多的侨民在外面 但是我们是有很多侨民 所以变成说 我们这个外交人员 除了 促进两国的邦交事宜以外 同时也要去照顾侨胞 非常复杂 这个是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 我基本上都完全都在 无邦交国家工作 那事实上你住在一个外国 你有邦交跟没有邦交 事实上 这个不管交涉的管道 不管接洽的这些方便性 都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大部分的国家 跟我们互动关系很密切 都是没有邦交的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 还有日本 还有你的纽西兰也是没有邦交 都没有邦交 那可以说我们的助爱人员是没有一个法律架构的一个保障 那这样情况下 我当然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做到这个建立良好的管道 建立打通良好的这个这个建立良好的这个工作关系 相反的我们这都做得非常好 不过整个比较起来 你如果对方是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 他提出很多要求就理直气壮 那我们呢 说实话 我们在做交涉的时候 就缺乏这一份法律基础给我们的一个 所以你反而是不是要更顾及一些人情的因素 顾及一些彼此情面上 你不能够弄得太决然 您讲的真的完全没错 所以人我们跟这个重要官员之间的关系 就非常的重要 靠的是人 而不是一个国家间的正式的交往关系 也可以说靠这个本能 像我常常觉得就是说 我们有的人去敲门的时候 我自己在没有邦交国家 我们有一直有的任务就是说 去打通那个环节 去畅通那个管道 那你没有一个正式外交人身份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相当大的勇气 有被拒绝的勇气 所以我常常就开玩笑说 我说我们有时候敲门不是用手敲 我们是用鼻子去敲 怎么讲呢 鼻子敲就是要敲得很用力 可是鼻子也蛮痛的 你拿那个脸去撞那个门了 等于是 对对对 可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官 基本上要有这种勇气 我们看到很多媒体 当然碰到很多这类事情 都会用我们的外交人员 软弱 无力 交涉不够力 其实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事实 本身我们在交涉的这个立场 就有一个难度 尤其在五邦交国家 派在那个邦交国的时候 他真的压力很大 那我看的眼里 他晚上不能睡觉 他随时都担心 也许睡一觉 明天早上就断交了 所以他就晚上 就要靠吃安眠药 邦交国 你一定要掌握关键的 尤其是外长 他到哪里还不够 他到哪里去了 到纽约 他见了谁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看到很多媒体 当然碰到很多这类事情 都会用我们的外交人员 软弱 无力 交涉不够力 其实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事实 本身我们在交涉的这个立场 就有一个难度 尤其在五邦交国家 我们是这个 外交途径困难的 别的国家都看在眼里很清楚 邦交国也是很清楚 你需要我这个邦交 所以我们跟他这个交往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的态度是比较 姿态高一点 但是这个外交工作最大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工作对象永远是人 我在驻瓜地马拉大使的时候 接到国内的指示 说我们现在决定 用台湾的民意进入联合国 申请进入联合国 做会员国 因为之前我们推动的是 用中华民国身份的去争取做观察员 就现在改为用台湾 但是要做会员国 不要什么观察员 所以我就约他外长出来 吃个午饭 工作午餐 他的回答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有邦交 你的诉求我全力支持 但是要用台湾 他说我没有立场支持 因为我是跟你中华民国 这个邦交 而且我知道你在台湾国内呢 有统独之争 我假如支持你用台湾的话 我岂不是介入你的内政 我变成支持你台独吗 我讲得很有道理 是啊 很有道理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情况 你在这个 因为国内这个正常轮替以后 造成我们的困扰 同时我们在恰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要稍微有点技巧 手段上要稍微有点 那你们像是外交官在这边 你们就在国外工作的时候 感受到最大的压力 是跟所在国的交涉 还是国内的舆论的反应 还是国人的给你们很多 到底是哪件事让你压力最大 就我们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训练 我就是国内给我什么指示 我就是要去尽量的去促成 那这些部分就是说 有的时候对方的回应 也是蛮直接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算是学到一些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很忠实地 把它反映给国内以后 那国内有的时候 长官看说 你怎么没有第一时间做回应 就是说对方的讲法 跟我们的基本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要这样子的做 可是呢 有的时候真的时候 我们也要维持 跟这个我们的工作的对象伙伴 一种相互的信任 一种相互看长远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外交工作 第一刻就要得到住在国 你的工作伙伴的信任 这个信任基础 不容易建立 你要建立 要花很长的时间建立 没有互信的时候 就变成很多事情很难办 我来不如问问 坐在您旁边的眷属 我来从部长夫人开始 作为中华民国外交官的眷属 您的观察之下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外交官 最辛苦的是在哪里 我们没有选择 反正就是跟着先生跑 您观察到最辛苦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 我觉得他已派在那个邦交国的时候 他真的压力很大 那我看了眼里 他晚上不能睡觉 他随时都担心 也许睡一觉 明天早上就断交了 所以他就 晚上就要靠吃安眠药 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 我后来跟他说 你退休了 就不要吃了 可是他大概已经吃惯了 他那个是 在邦交地区 在邦交地区 这个压力是 邦交国 你一定要掌握 关键人物 尤其是外长 他一出国跑掉 你就警察了 所以你假如说哪一天 你没注意 突然外交部来个电报 说你的外长 现在不在国内 你晓不晓得 你说不晓得 那你就被修理 所以你一定要完全掌握 他到哪里还不够 他到哪里去了 到纽约 他见了谁你知道吗 这上哪里 所以你要完全掌握 我这个外长 关系好到就是 他一出门的时候 他就先告诉我 他说我这次到哪里去 这次用的是哪一只手机 他一把手机号码给我 你有任何事情 你打掉要找我 要到这个地步 要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那压力真的很大 算了 大使夫人 你已经观察到 杰大使他有没有 也是 你感到最大的压力跟困难 我觉得他当初在华府的时候 也是那个压力很大 国内如果有什么指示 要达成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真的是要看 彼此之间的交情 长期耕耘的一个 一个人际关系 看看他们可不可以 配合我们达成这个目的 要不然就是很辛苦 我就觉得那时候 那个不管是国会组 或者是政治组 那工作真的是 天天看他就是在求人 对不对 对 都在求人 那我就很本分的 该请客就请客 该赴宴 陪同赴宴就赴宴 然后因为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就是我知道是很难 有时候做起司来是很难 女儿呢 观察到爸爸这方面吗 他的压力在哪里 我爸爸个性很乐观 所以他回家感觉都是 就是很就是 不会看到他压力很大 一关了门他就不得了了 没有 只是我知道他上班都很辛苦 对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 究竟以你纽西兰 或者住在其他地方经验 中国大陆大使馆 或者任何领务代表 他们的人员 机构 条件 都比我们庞大很多吗 是的 大多少 比如以纽西兰 纽西兰的话 它的一栋 它的大使馆 是一栋大楼 然后有七层楼高 然后这个大使出来 做的是它的红旗牌轿车 然后里面这个各种参事 就是说文化参事 经济参事 新闻参事 军事代表 万一他的侨民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动员能力 的确比我们大很多吗 我想比我们大多了 比我们大多了 而且他有正式邦交 所以他去跟对方的工部门 去接触的时候 他可以正式以邦交国的身份 去直接行文 直接去交涉 而我们要透过很多的 友善的协助 你可能才能做到部分的工作 所以这个工作并不是容易的 你必须要布一个很好的 而且你的资源是有限的 甚至是完全不能不成比例的 急难救助的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 你一定要交给一个同仁 部派同仁 他24小时他都要接听 那我们部里面会去测试 部里面的这个领域 还有人测试 他要测试 就是说这个电话 有没有想没有人接 或者想太久没有人接 我也很怕这个机子交给同仁 同仁万一疏失 所以我自己也有时候 也会去测试一下 你几乎在认试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有一刻放松 所以他去跟对方的工部门 去接触的时候 他可以正视 以邦交国的身份 去直接行文 直接去交涉 而我们要透过很多的友善的协助 你可能才能做到部分的工作 所以这个工作并不是容易的 你必须要布一个很好的局 而且你的资源是有限的 甚至是完全不能不成比例的 我驻纽西兰虽然是大使广 跟您报告就是说 我们只有部派的管员 大概只有六位 六位 然后雇员的话 当地雇员也差不多六位 所以人手 12个人照顾南岛北岛 全部都要照顾 而且纽西兰南岛就比我们台湾大两倍 你晚上不要睡觉了 今天就等电话吧 所以我们外交部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急难救助的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 你一定要交给一个同仁 部派同仁 他24小时他都要接听 所以任何状况 他都要立刻接听 立刻做回应 那我们部里面会去测试 部里面的这个领域局 他有人测试你 他要测试 就是说这个电话 有没有想了没有人接 或者想太久没有人接 所以这个都会测试 然后每三个月要去 把全球测试的结果 用通韩发给全世界所有的管 就是提拉给大家警觉性 那我因为也是我很怕状况外 我也很怕这个机子交给他同仁 同仁万一疏失 所以我自己也有时候 也会去测试一下 然后我们能够做最快 最满意的反应 我说一句话大师 你几乎在任内的时候 你不可能有一刻放松 等于你在从那个旧任那天开始 你根本就不能放松 精神上是不能放松的 因为这个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经济越来越好 我们跟 我虽然没有邦交 我们跟很多国家实时互动 已经增加了很多 这些年下来 我们驻外的人力资源 并没有增加 所以相对他会出 出事业状况比较多 比如说我纽西兰的 有一个状况就变 纽西兰是给我们免签证 那这个事情 随着我们去纽西兰的观光会 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 可能是真的有一点问题 有时候是或者答应答不得体啊 就被海关在当场海关说 对不起 我要把你原机遣返 我认为你的入境 跟你的可能进来的这个 要从事工作可能不服 你不是观光的 或有其他 他就把你遣返 那这个遣返就造成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 也不是压力 一个一个新的工作 因为我们必须要跟海关有非常好的沟通 而且一定要告诉他 你只要有我们台湾客人出这种状况 你第一个要通知我们大使馆 因为很可能这位被遣返的我们的国人 他就会打电话给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就可能已经找到国内的机构 然后我们很不希望从国内知道 是我们有国人在西兰出现的这个状况 你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处理 我们希望第一个时间 我起码我跟同任我要求 我们说都要第一个时间 外交事务处理 乔务领悟 还要做包打听 还要情报部件 还要迎接各方关系 你还要做侦探 你12个人 对 12个人 而且国内长官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 要排一个很让国内的参访团满意的一个节目 那在邦交国可能不会像我们没有邦交国的时候 有的时候压力蛮大的 因为可能对方的使官也知道 你有高级官员高层官要来 他马上就跟驻载国去 已经去抗议了 说台湾有一个我们听说谁谁要来 你们不能见他 他把你的路都堵住了 那这个时候你还要让国内的这些高层的访团 到了你的驻地以后 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能够见到相对层级的官员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展现 我们平常工作跟联系的一个成绩的 那这个我想也是蛮大的一个工作 我想今天两位来讲 其实并不是要来报区 而且你们说的是一个现实 而这个现实随着台湾在国际的环境上的变化 其实似乎更加的复杂了 国人对状况的理解 或将来外交人员 他们这种的复杂处理 有没有任何改善可能 改善的话 我想内部跟外部的因素的改善 内部因素就是不要搞民粹 大家真的是以国家利益 这个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外部因素就是两岸这个关系 你要是不好好处理两岸关系 你这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你像说你可能 可能这个我们国内的访团 去会遭遇到问题 来自哪里 来自北京的打压 所以你这外部因素你要想把这个化解 尤其是对外工作 很多国家它内部可以真的很凶 内政事务可以真的很凶 但是外交政策永远是两岸一岸的 究竟我们对我们外交人员 要怎么样的期待 你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我们外交人员的工作呢 就是外交工作嘛 就增进我们跟住在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假如说国人能够从这个观点来看 我们外交人员的工作的话呢 就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要求 当然这个是主要的 另外的照顾侨民 照顾我们国人 旅游的国人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你看看可以24小时电话呢 任何时候你就要接听的 我想全世界没有这样子好的服务 我们这个同理心是不是在台湾的 我想我这个需要像 像今天这个机会 像能够请到我们部长 来谈这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部长的讲的话 都是我们很多外交同仁的 这长久的心声 那部长等于替我们这个外交同仁 讲出我们的心声 那另外一方面 我也是觉得应该有机会多沟通 让知道我们外交工作 在整个在各地的这个推动的情形 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住外人员 除了这些传统外交官的工作以外 其他项目的工作都比别人多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做法 就是以前我们曾经有一个措施 就是说如果国外海外的同仁 我们的国人 他有这个急难救助需要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外馆借钱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去借过 你没有借过 可是可以借 钱中人借了不还 借了不还 对 那后来我们外交 因为形式有年有很多呆账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工作 是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其实一般我觉得是稳守未稳 他觉得外交人员就坐那边 我们看到是外交人员得到的津贴 得到的住外待遇 子女有如何如何 甚至念国际学校或如何 我想请问两位夫人 这是真的吗 你们在国外待遇非常棒吗 然后享受到有用人招待 豪车豪华豪华宴席 然后子女都如何如何 这道理真的假的 第二次到阿根廷 所有的太太们出来 匆匆都叼皮大爷 因为她们就是冬天你再冷 就叼皮大爷 里面是一定很大便 所以就花了五千美金 给她买这个店 五千美金 经过三年的省市检用 结果只用了一季冬季 第二季就掉瓜地玛拉 那瓜地玛拉市四季如春 我们这里那一届五千美金 叼皮大爷供在那里 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你们在国外待遇非常棒吗 然后享受到有用人招待 豪车豪华豪华宴席 然后子女都如何如何 这道理真的假的 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长时间在中南美洲 比你们就幸运很多 因为中南美洲是可以 用比较少的代价 就可以请得到当地的用人 所以这方面确实 家里有用人帮忙照顾 这是不能否认的 那我们瓜地玛拉的大使馆 我们也把它布置得很好 在当地外交圈里面 也算是有名的 因为这样 我们心理上觉得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你台湾是什么 你跟他讲 你台湾 台湾 我跟他讲 不是 我们Republic of China 他又跟China 又搞不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把他请到家里去 他就觉得你家里很体面 很像样子 他对你就有一份尊重 就开始可以建立我们的一些人脉关系 因为你要稍微要体面一点 到底还是这个人家 要认识你这个中华民国 是透过你才认识的 有时候你这个派到寒冷的国家 你这个服装 就很多都是很厚厚重的 都很贵 那你这个花钱买了以后 哪一天掉到这个 永远没有冬天的地方 你那个衣服不晓得放哪里 还要好好去 还要保养他 比如说我们这个 你办个costume party 我同一次的智力 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钱 所以我在那里一任六年 我就服装 我就很对不起太太 没有给她买貂皮大衣 但是第二任 第二次到阿根廷 损失解用三年以后 我说实在是应该 人家所有的这个太太们出来 通通都掉皮大衣 因为他们就是 冬天你再冷 就掉皮大衣 里面是一定很单薄 对 因为一进房间里面 就是暖气 暖气 所以一定要很厚 很保暖的 所以就花了五千美金 给她买一个店 五千美金 那台湾也不可能用 所以这个就是花很多钱 在阿根廷的时候 那简直是贵到不行 美国需要呢 你出了进去的时候 你要付这个 叫做这个 捐献 捐献 捐献的钱呢 这个一个人 好像是一千美金 我们三个 三千美金就没有了 然后呢 每个月一千三 每个月一千一个 一千三百九美金 一个月 那这个我们三个 那时候三个在美国学上 我这个薪水五六千块钱 就这个四分之三 政府有补助 政府有补助 很少 政府补助 但是 好像中学的是补助五千 什么一年 六千七千 六千一年嘛 对 一年 所以呢 是 真的是补助的这个很少 所以我们光是 子女教育費 真的花的很多 那么这个 也许国人 有的认为说 你小孩子怎么 通通到国外去读书 为什么不回来读啊 回来读 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事实上办不到 我四个小孩子 中文程度都只有小学的 三年的这个程度 有的是幼子元到二年级 有的什么大 二年级到什么五年级 程度最高是三年级到六年级 所以呢 他们这个程度啊 不可能回台湾读书 那也有 而且凭什么要求外交官 必须骨肉拆离 这完全不合人情啊 这个教育是不是 也是一个 对你们很大的一个压力 其实我们从外放之后 因为季文吉白天 都是忙着办公室的事嘛 那因为我们第一次派的是 芝加哥 所以那时候季文吉 她在那个 Downtown上班 所以我每天就是 因为我们只有一部车子嘛 因为我经济的考量 不可能去买两部车子 所以她把车子留给我用 所以我每天早上又送她到火车站 去坐火车到城里去 就一大早就把她们两个都 冰天雪地了又冷得要死 有两个都挖起来 她都叫起来 坐在车上 因为不能留她们在家里 结果就到火车站去送爸爸 送完之后 第二轮送大女儿去上托儿所 然后再回来 回来有时候那个积雪很高 然后我们家是那个车道又是斜坡的 就是我得下来去车库拿铲子 铲血铲出那两道出来 再把车子冲进去 然后再安抚那个一路哭闹的小女儿 就每天就忙着昏天黑地的 我就印象中是这样子了 然后不过我是觉得说 像刚刚谈到说外交人员的那个待遇 我是觉得说还是要感谢外交部 有给我们这种考量说年轻的那个夫妇 他们也许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所以它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先借知 先借知 因为你刚到一个新的环境 很多地方要用到钱 你要买车子 你要房子的押金 你要小孩的学费 你要买那个大房子里面那些所有的家具 或是你要请客要有那些餐具 就是都要用到钱 尤其小孩子念书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们的任期一次三年 所以有时候刚好卡在那个高二高三 就是不上不下的 你就要考虑你是要留在当地呢 还是要跟着父母回去呢 每次都是一种 这是他一生的问题 最后要求你在那一刻 很痛苦的抉择 没有人会帮你付后面的责任 对 这都是一个很痛苦的抉择 所以那小孩子你就说 你让他留在那里面书 那你派回国内 你拿国内的薪水 还得负担他在那边一直涨价的学费 所以你看你现在这样子 就是他们两位的功劳 我想问一下 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小孩子 到底你愉快吗 我个人的经验我是还蛮愉快的 只是小时候当然有时候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我每次都得一直搬家 为什么我没有就是 从小到大在一起的朋友 然后为什么别人在玩的时候 我还得再学中文 我觉得我以前会觉得有点觉得 好像没有很想当外交官的小孩 但我现在回强起来 我觉得这个经验就是改变了我 然后让我现在是一个更独立 然后更乐观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 那是因为你有一个乐观的结果 所以不少这个外交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今天其实你们都是因为非常自身 我觉得你们的话中 还是很多的保留了 是不是当着外交官 有时候你觉得真的一肚子火大 以前我们欧部长在我们部长的时候 真的如果部长叫我们去赴汤蹈火 我真的是二话不说 因为我知道他了解我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 也就是说你可能 国内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了解你的处境 给你一个非常难以达成的任务 然后外界对你有所执意的时候 你也得不到相对的掩护 应该过去都得到的掩护 跟谅解 跟支持 所以我相当同情我现在留在外交部的同仁 是不是当着外交官 有时候你觉得真的一肚子火大 甚至你最后当到部长了 有没有这样子 就是我选择这个职业是很有挑战性 不是每天看看郭文就可以 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面对的对象 假如是不同的外长 你可能在同一个国家 你本来做得很顺畅 你换一个外长 万一他说我这件事情 我要做别的安排 所以大家你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做 我们台湾的外交官 大家继续走这个行业 只是说比较这个 可是我们目前台湾民众 喜欢都是要去跟中国大陆 如何如何比 你觉得将来这个情况 会不会就更严重 比不比较 不是重要 主要是说你 这个政府给你指示 你工作这个任内 你该做的事情 你把它做好就好 那如果政府的指示出问题呢 我认为政府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我执行这个政府的政策 是尊重老百姓的意愿 老百姓选了他嘛 那我就尊重民意 所以你要我做什么 所以外交官是不是 在所有政府公务院里面 其实说以来 他的服从性要最高的 一定要很高 因为他要最忠贞的 对国家在海外执行 但是所有被人家批评 最多的也是外交官 没错 因为你在国外的条件 你的后援能力是最薄弱的 我知道当时 我们的驻外人员 待遇是非常差的 所以当时并不是说 一个待遇很好的工作 那我们的这个长官前辈 都是我想都是当一个置业 我个人也是把这个工作 当一个置业 没有说考虑到是他待遇的好坏 和工作的难易 挑战的大小 那这个置业我觉得就是说 所以在我们面临的 所有的问题挑战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过头看 是觉得是还蛮大的挑战 还蛮多的 可是在那个当下 我们都是就是欣然去接受 欣然去面对 而且我们的外交官 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就是我们效忠是这个国家 是这个宪法 那所以我们在外面 就是执行我们这个民意合法 选出来政府的所有的指令 所以外交官现在当外交官的重要条件 就是要忍辱负重 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就变成就是说 我们的长官 也越来越多的这个 不太了解我们驻外工作的艰苦的 难度的这些长官 政治任命越来越多 那以前我们欧部长在我们部长的时候 真的如果部长叫我们去赴汤导火 我真的是二话不说 因为我知道他了解我 他也在给我需要的时候 他会给我很多的这个资源跟掩护 他非常清楚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景象会面临什么状况 可能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脑海里面那个图像是非常正确完整的 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 也就是说你可能国内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了解你的处境 给你一个非常难以达成的任务 或者说对于你的工作的期盼 是你觉得是有超于常理的 然后外界对你有所执意的时候 你也得不到相对的掩护 应该过去都得到的掩护 跟谅解跟支持 所以我相当同情 我现在留在外交部的同仁 因为我觉得他的工作环境 跟我起码 我当时从一个三等秘书 从一个健人科员开始的 那个工作环境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回来我们有今天的主厨推荐 我要问大师如果再倒回三十多年 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 没问题等一下再回答我们 我们等一下主厨推荐马上来上 我们看看捧出来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 虾仁蛋 虾仁火腿蛋炒饭 虾仁火腿蛋炒饭 来我还是先给我们的部长 小夫人 看似这是一道 蛮经常看到的菜 为什么会在海外的宴客 大家会很欢迎这道菜呢 您老是给我出难题 没关系 你跟我讲一讲 因为就是家常菜我都会 什么鱼啊肉啊什么都要有 那最后怕他们吃饱 所以要准备一个饭 那最简单就是炒饭嘛 炒饭有点虾仁啊 就是说不出来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很中国味道嘛 对 部长其实你在这个任内过去这么多年 看到这些的勋章 都是外国政府颁给您的对不对 对 这里是巴拉圭 宏多拉斯跟尼加拉瓜 OK 主要是我被外交部界定为 这个拉丁美洲事务专家 还是这个西班牙语系的 所以我一直都派出到中南美 在外交部这个45年期间呢 我都是跟中南美这个有关的 相关的 而中南美的邦交国最多 这个勋章一般是无邦交的 我们这些代表 这个得不到这个勋章 对 几乎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这个都是有邦交国家 这个我当在当地当大使啦 或者我当这个司长 次长部长的时候 这个互相访问的时候啊 就会这个正宣 所以我这个勋章 我大概十几个勋章 那就是这个 您当的外交官的生涯 您最快乐的是什么 有这么一位这个可以完全配合我的太太 我平常没说过耶 今天说的场合更好 我们今天只能提供给各位一碗蛋炒饭 你们冒险 微薄了一点 非常美味 非常美味 比你以前在国外招待的怎么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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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耶 真的 我现在学会了 好好吃 可能超出我们小餐馆的预算间之外 抱歉 非常谢谢各位 然后我觉得让我们听到了很多 谢谢 这是太重要的 给我们机会啊 不是不是 我觉得 新生呢 不是 这个其实国家的机会是各位给我们的 我觉得做爱台湾我们自己 其实很多人在海外 帮我们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忽然不知 但今天您告诉我们很多 对 知道下次的话 如果要给我们吃饭 他说 他在放手 他先视频 然后试一下 对 好 请不吝点赞